它已经出了内容了 应该是刚才的编译没有完成 这个Action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象 里面有一个type叫做getInitList Action正常来说我们应该发给谁 我们应该发给store对吧 所以我们要调用store.dispatch这个方法 把Action传递给store 我相信这点大家理解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即使你不用Redux Saga 也一样要这么去写 我生成一个Action派发给store 当我们没有使用这个Redux Saga的时候 Action只会给到store store拿到Action拿到之前的state 再传递给reducer 所以我们只能在reducer里面 去根据这个Action的类型做一些业务逻辑 那有了Redux Saga之后呢 我们除了在这个reducer里面 可以接收到Action之外呢 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接收这个Action了 那个地方是哪呢 就是我们sagas.js这个文件之中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首先 import take every from redux saga下面的 effects 我们看啊 这句话 这句话如果大家不知道从哪来的话 你可以打开reduxsaga的这个官网 然后找到sagas这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import take every from reduxsaga下面的 effects take every呢 是reduxsaga提供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这个方法应该怎么用 其实官方的文档里也写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大家来看 eo的 当然呢 这块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你感觉有困难 先记着 我们呢 代码应该这么写 然后后面呢 自己再去理解就可以 take every的意思是 我去捕捉每一个 捕捉每一个什么呢 后面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action的类型 这块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把它先干掉 我从actiontaps里面 引入一个内容 当前目录下的actiontaps 引入什么呢 引入getinitlist这个类型 好 然后呢 我把getinitlist写在这 它的意思是 只要我接收到了一个 getinitlist这样类型的action的话 我就会执行fetchuser这个方法 以前action只能在哪接收呢 只能在reducer里面 在这里你去接收action 让这块的代码做执行 那用了saga之后呢 在sagas这个文件里面 mysaga这个导出的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takeerry 去捕获到每一次 你派发出来的action了 我捕获getinitlist这个action 然后呢 调用fetchuser这个方法 现在呢 很显然 我没有fetchuser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写一个这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可以是普通的方法 也可以是这种 generator函数的形式 那我这里呢 建议大家写成generator函数 很显然这里面我不是要取用户 我是要干什么呢 getinitlist 所以我方法名字 起成这个样子 起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console.log 我们写一个abc 然后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呢 我们回到网页上 刷新 然后呢 点开控制台 大家可以看到啊 abc就打印出来了 那么同学呢 可能比较晕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样啊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 在to do list 这个容器组件里面 当容器组件 加载完毕之后呢 你会派发一个action 因为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创建store的时候 使用了reduxsaga 这个中间件 做了基础的配置 所以呢 你这个action 派发出来了之后 不仅仅reducer 能接到这个action 还有谁能接收到呢 sagas这个文件里面 mysaga这个函数 也能接收到你的这个action 而恰好 你在这里 通过takeary这个函数声明 我要接收到 类型是getinitlist 这样的action 一旦接收到这样的action 我就执行这个方法 叫做getinitlist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就会被执行了 那么这个方法执行了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 异部的一些逻辑 写在这里了 也就实现了 我们把我们异部逻辑 拆分到sagas文件里 进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我把这段代码剪切 这块给它删除掉 然后到sagas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先把缩镜调一下 在这里 取发阿贾克斯请求 当然呢 这个文件里是没有axias的 你需要把to do list里面的axias 拿出来 放到sagas.js里面 这个时候呢 在这里 你就可以请求list addition了 当你呢 拿到了数据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又创建了一个 initlistaction 这样的一个action的内容 那很显然 这块我们要把这个actioncreator 引入进来 所以我们要这么去写 import initlistaction from哪里呢 from当前幕下的actioncreator OK 那有了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结合我们获取到的数据 生成一个action 我们可以把这个action 打印一下 保存 咱们来实验一下啊 刷新 它会报一个错误说 cannot find module action creator 我们看这里 我少写了一个s 改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 OK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在network里面 我们也可以去放大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list.dison 已经在sagas这个文件里面 被发送出去了 那结果呢 我们生成了一个action 也在这里被打印了出来 后面预期是完全一致的 有了这个action之后呢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再把这个action 传递出去 通过store.dispatch 发给这个store 然后呢 传递给reducer 在reducer里面去修改数据就可以了 但怎么做呢 之前大家可能想 我这里啊 用store.dispatch这个方法 不就行了吗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在sagas.js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并没有store这个仓库 所以呢 你掉用store.dispatch 是不行的 取而代之 我们会用到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put 大家可以看到啊 例子里面就有一个put的方法 我们呢 这样去写 首先从redux saga里面 我们引入put 然后呢 在这儿 把store.dispatch 换成put这个方法 再一看呢 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实际上 这段代码是有明显的问题的 我们来看问题在哪 我们在这里呢 用了一个generator函数 generator函数里面呢 你在做这种一步请求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使用promise这种形式了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写 我们定义一个数据 叫做res 等于什么呢 等于axes.getlist.json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们都可以去掉了 好 它会等待 当然呢 这块呢 我要加一个yield 它会等待你的这个 阿甲克斯数据获取完毕 把这个结果啊 直接存在res里面 然后我们后面的代码呢 就可以这么去写了 constaction等于什么 等于initlistaction 这里面呢 之前传的是data 现在呢 我们传的应该是res.data 对吧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要putaction 当然呢 前面你要加一个yield 指的是 等这个action处理完成之后呢 再继续往下执行代码 当然呢 后面呢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代码了 就先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之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 再回到网页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 hello.deo.ly又出来了 我们再写一个word 点提交 删除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呢 就通过redux.saga 完整的实现了 to do list里面 异部代码 拆分出来的 这样的需求 好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这个文件 它的运行流程 我们再说一遍 首先 在创建store的时候 我呢 根据官方的文档的配置 去把redux.saga的 使用配置做好 这里呢 主要注重几点 首先呢 我们引入create saga middleware 然后呢 去创建一个saga middleware 然后通过apply middleware 去使用这个中间件 使用完了之后呢 我们又创建了一个文件 叫做sagas.js 然后在这里 我们引入这个文件 让这个文件呢 通过这个saga middleware 去运行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就把精力 投入到写这个文件之中 sagas里面 一定要导出一个 generator函数 在这个generator函数里面呢 我们写了一些逻辑 逻辑的意思就是 当我接收到action这个类型 是get init list 这个类型的action的时候 我会执行 get init list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一个generator函数 它呢会去取数据 取完数据呢 把这个数据结果 再创建一个action 派发给store 这个时候 这个action 给到store之后 store给了谁啊 store给了reducer reducer 这里面判断 如果你恰好 派发过来的这个action 是init list action 就怎么样啊 就把list里面的内容 替换成action 逆步获取过来的 这些列表中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逆步获取的 这个hello deli 就显示在页面之上了 sagas里面呢 有的同学呢 可能没有注意这一点 我们这样去写 是什么 access.get list.json 有的时候 你阿贾克斯 获取成功了 这段代码 执行是没问题的 但一旦list的点 json不存在 那这个时候 你的res里面 肯定就没有data了 你的代码 应该就会爆异常了 那如何处理 这种情况呢 如果我们用这种 generator的语法的话 你想对阿贾克斯 这种失败情况 做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 写track catch语句 然后呢 把成功的代码 我们写在try里面 或者说把这种 ebo的代码 我们写在try里面 如果正确的执行了 阿贾克斯接口呢 都能获取到数据的话 它就会直走 这段的代码 但是一旦 你的这个 获取数据的代码 出现了错误 或者说接口有问题的话 那它就会走到 catch这块的逻辑里面 你可以在这里呢 去写console.log list.json 网络请求失败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 回到网页上啊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的问题 当我把这个代理 给它去除掉 打开proxy 这块的map local 我们呢 把这个映射 给它取消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刷新 大家来看 因为这个接口呢 已经404了 找不到了 所以呢 list.json 网络请求失败 就会被打印出来 那么讲到这儿呢 大家也会发现 Redux Saga 远比Redux Sunk 要复杂得多 其实是这样的 Redux Saga呢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API 这里呢 我们只用了两个 take every put 其实常用的API 有特别的多 比如说我们打开 官方网站呢 你可以看到 take latest call这些方法呢 都是我们在实际 写代码的时候 用的很多的API Redux Sunk呢 其实也很好用 它可以把 我们这样的 异步的代码 完全的拆分到 一个文件里 单独的进行管理 有的时候 假设 to do list里面 有一些非常复杂的 这种业务逻辑 我们也可以把 这种业务逻辑呢 摘到Saga 里面 单独写一个方法 拆分出来 进行管理 所以Saga呢 我个人认为 在处理 非常大型项目的时候呢 它是优于 Redux Sunk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Redux Sunk呢 它基本上 没有什么API 它只是让我们 在Action里面返回的内容 不仅仅可以是一个对象了 还可以是一个函数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呢 在这门课程的 后续的讲解之中呢 我会给大家使用 Redux Sunk 进行项目代码的开发 当然呢 这里我也给大家 介绍过了 Redux Saga 如果你在你的工程之中 用到了Redux Saga 通过这个课程的讲解 大家基本上 可以做到入门 如果有任何 关于Redux Saga的问题 随时可以与我沟通 因为这块的内容 确实比较复杂 所以大家呢 购买了这门课程之后 就可以随时 会交流这块的内容 讲到这里 关于Redux中间件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中间件指的是 Redux的中间件 它指的是 Action和Store之间 也就是对 Dispatch方法的升级 这块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然后我们使用了 Redux Sunk 和Redux Saga 这个中间件 那Saga呢 是比较复杂 比较难的一个中间件 那这里呢 只是带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入门 后续大家遇到问题 随时来和我交流 然后呢 我们未来 如果出更深层次的 React的实战课程的时候 也会继续深入的 给大家讲解Redux Saga 那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